针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称 中国没有直接邀请NASA参与研究月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一日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 中国政府对于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言人马可28号称 中国与法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和欧洲航天局 合作开展从月球背面采集样本的任务 但并未寻求NASA的参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中国欢迎世界各国参与研究月球样本 中国政府对中美航天交流合作持开放态度 嫦娥6号任务向全球发布了机遇公告 我们也欢迎世界各国参与研究月球样品 美方似乎忘了沃尔夫条款等国内法的存在 不知道美国的科学家和相关机构 会不会被本国政府允许参与对话交流合作 美国国务院上周公布的 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称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 持续进行所谓监视和镇压 是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对此毛宁批评指 美方无视客观事实 反复炒作谎言谬论 真实目的是为遏制打压中国 就敦促美国停止利用所谓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所谓报告罔顾基本事实 充斥谎言和虚假信息 抱守意识形态偏见 蓄意诋毁中国的宗教政策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 事实勇目共睹 不容歪曲诋毁 所谓种族灭绝 更是美方编造的彻头彻尾的谎言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